接著到17年的第六題 如果現在fx是4x3次加mx2次加nx加615 m和n都是常數 如果6-33是一個turning point的時候 叫我們找回m和n的值出來 留意其實這個6-33是圖像的轉向點 這個資料其實給了兩個資訊 第一個就是f6等於-33 因為他說6-33是一個轉向點的同時 他提了我們6-33就是這個功能的一點 另外一個就是由於它是轉向點的關係 我們會知道我們d次代6是會等於0 就是這樣 所以partA來講的話 我們就可以寫f6等於-33的話 就會有-33等於4乘以6的3次加m乘以6的2次加m 6n再加615 可以調一調位 我們就看看就是這個-33減 -33減回 看看一會吧 -33減回4乘以6的3次 就是把這個撥過來 最後就把這個615再撥過來 所以就再減615 出來就是-1512 所以我們第一個就會有這個36m 再加6n是等於這個-1512 可以全式除6的 其實我們就會有6m加n是等於 把這個-1512再除6 就會是這個-252 -252 另外我們知道就是d次代6等於0 所以我們可以consider fd次是等於 12x的2次再加2mx再加n OK 我們會知道fd次代6是等於0的話 就是12乘以6的2次再加 12m再加n是等於0 12乘以6的2次是甚麼呢 12乘以6的2次是432 所以就會有12m加n是等於-432 如果這個叫1式 然後這個叫2式的話 我們可以把2式減1式 把2式減1式的話 就會有6m是等於 -432再減-252 OK 出來就會是-180 所以就會有m是等於-30 所以當m是-30的時候 我們就會計算到n是多少呢 就會有6乘以-30是這個-100 把它撥過來就變成加10 所以就會有 10-252 我們的n就是-72 我們如果想檢查我們可以怎樣檢查呢 就是這樣 我們可以去到原本的function那裏 就是4x的3次 然後 減n x2次 乘x的2次 加nx的 所以就是減72個x 最後就加615 這條題目說f6是-33 我們試一下把6代落去x 看看是不是真的出到-33 你既然是 就知道自己沒有錯了 就是這樣 這條題目說f6 不曉得 最後 一路